拜登面对多方压力,态度有变化,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暂停战斗,民众对美继续援污,失去热情,拜登求国会再播剧款很尴尬,华生反游威胁导致压力过大,康内尔大学决定本周五停课,巴以冲突战火,烧到美大学校园希拉里半奖座,遭歌大学生罢课。 众院共和党人推法案读原意,白宫发言人威胁拜登将否决,特朗普长子纽约出庭作证,承认签署涉欺诈财务文件,伊万卡提上诉被驳回,欺诈案必须出庭作证。 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我是主持人小小,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近日,加沙地带日益悲惨的局面在美国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面对这种情况,总统拜登不得调整姿态,开始向陷入疯狂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要他收敛一点。 11月1日,拜登到明尼苏达州为他的经济政策寻求支持,并未竞选连任,筹集资金。 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参加一个政治筹款活动时,回应一个抗议者的诉求说,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应该暂停战斗,以便有时间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 过去几个星期,以色列疯狂报复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无差别轰炸加沙地带居民区,导致当地上万无辜贫命丧生。 而拜登政府依然大力支持以色列,反对一切全面停火倡议。 对此,美国的进步团体,美国的穆斯林和阿拉伯裔民众都强烈不满。 在11月1日的筹款活动中,一名抗议者打断拜登的演讲,大喊, 我需要你现在就呼吁停火。拜登回应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暂停,暂停意味着给时间把囚犯放出来。 对拜登及其白宫高级助理来说,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暂停战斗,意味着拜登对巴以冲突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 在整个中东危机时期,他们一直坚定地宣称,美国不会指挥以色列如何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 但是,拜登现在面临人权组织,其他国家领导人,甚至民主党自由派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些人说,以色列无差别轰炸加沙是集体惩罚,完全超出了界限,现在该停火了。 拜登在讲话中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至少让巴勒斯坦人暂时摆脱无情的报复行动。 以军的报复已使141平方英里的加沙地带陷入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 不过,迄今为止,白宫一直拒绝公开呼吁全面停火,只是说以色列应该考虑人道主义停火,让平民获得援助,让被困在加沙地带的外国人离开加沙。 由于坚定支持以色列,拜登在明尼苏达州遭到了抗议。 他说,我理解这种情绪,这对以色列来说非常复杂,这对穆斯林世界来说也非常复杂。 拜登称,他支持两国方案,也就是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他同时为以色列报复哈马斯辩护,称哈马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 11月2日,一份新出炉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在俄乌战争持续20个月之后, 美国民众支持基辅的热情已经大为降低。 调查机构盖洛普当天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现在有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帮助乌克兰做的太多了, 而在6月份的调查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占29%。 在这次调查中,有1%的受调查者说,他们认为美国做的恰到好处, 占比低于6月份的43%,只有大约1%的受调查者说, 他们认为美国做的不够。 按党派划分,大约62%的共和党人和44%的独立人士认为, 美国援助乌克兰做的太多了。 与2022年8月的首次调查结果相比, 现在更多的受调查者支持美国帮助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即使这意味着,叫乌克兰把领土割让给俄罗斯, 这部分人已占到43%。 一年前,有66%的受调查者认为, 美国应该帮助乌克兰收回其丧失的领土, 而现在只剩54%的人持这种观点。 当被问及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多长时间的援助时, 超过60%的受调查者说,应该有限制。 有37%的受调查者,主要是民主党人说, 只要乌克兰提出要求, 美国就应该继续提供援助。 路透社与伊普索的联合调查发现, 美国人不太支持华盛顿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些调查结果使总统拜登陷入了两难境地。 上个月,他还呼吁国会向乌克兰和以色列 及其他国安需求提供1050多亿美元的新援助。 然而,美国民众和盟友对基辅的支持却在迅速减弱。 最近,康奈尔大学一个大三华语男生被联邦政府指控散布反犹太危险言论, 11月2日受该事件影响,康奈尔大学宣布取消11月3日的课程, 原因是压力过大。 该校官员在给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电子邮件中称, 本周五将作为社区日,邮件中写道,学校将不上课。 教职员工将不上班,但提供基本服务的员工除外。 此前,该校官员披露,上个周末,网上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暴力威胁信息, 矛头指向该校的犹太裔社区。 自上个月初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 美国大学校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 10月31日,纽约北部地区的联邦检察官说, 这所长春藤盟校的21岁大三学生戴嘉宇被指控利用周际通讯发布威胁要杀死或伤害他人的帖子。 检察官称,在一个网上讨论区, 戴嘉宇涉嫌威胁要在康内尔大学校园建筑内大开杀戒。 检察官说,在另一篇帖子中, 戴嘉宇称他会刺伤或割开犹太男子的喉咙, 并强奸或把他在校园里遇到的犹太女子扔下悬崖。 检察官透露,戴嘉宇还说, 他会斩首犹太婴儿并威胁要带着突击步枪到校园杀人。 学校官员称,这些威胁特别提到了学校的犹太生活中心。 联邦起诉书显示,戴嘉宇承认自己发出了威胁。 11月1日,戴嘉宇在联邦法庭出庭,但没有认罪。 有关此案的审前听证会定于11月15日举行。 戴嘉宇被捕后,康内尔大学校园的紧张气氛并没有消失。 11月1日,该校警方接到报告,被告知一名男子在校园内展示手枪。 警方经过搜查,一无所获,斥责那个报警信息毫无根据。 康内尔大学校长波拉克当天发表声明说, 虽然那个报警没有根据,但它增加了我们都感到的压力。 康内尔大学校园里的警察人数继续增加,尤其是在重点区域。 大乙冲突愈演愈烈之际,持异见学生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在美国大学校园蔓延。 11月1日下午,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座就遭到了学生罢课抵制。 据报道,当天下午,希拉里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亚希·米洛以女性参与和平进程为题举办讲座, 大约300名学生在场旁听。 然而,原定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还没有过半, 大约30名学生突然站起来,收起他们的电脑和书包,开始罢课。 之后,这些学生与其他几十名抗议者一起聚集在大楼的大厅附近, 示威者安静地坐在国际事务大楼的一个公共区域。 许多人戴着口罩,他们抗议哥伦比亚大学未采取足够的行动, 保护他们避免因巴以冲突中的立场而遭到公开羞辱。 上星期,这些学生的照片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附近的一辆卡车上安装的视频平板上, 屏幕上显示了这些学生的脸, 下面写着哥伦比亚大学主要的反游分子。 学生们指出,这些照片是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的一个私人和安全的在线平台上获取的。 这些学生要求立即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法律支持, 并承诺保护学生的安全、福祉和隐私。 视频展板上出现照片的学生隶属于一个挺巴勒斯坦团体, 他们签署了一份关于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声明, 声明的部分内容是, 不可否认,对于这场战争和伤亡负有重大责任的是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 11月1日下午4点左右, 亚西米洛和希拉里结束演讲时, 聚集在一起的示威者们安静下来, 以为前国务卿和院长将很快从他们面前走过。 然而, 亚西米洛和希拉里从侧门离开了这栋大楼, 避免与示威者直接碰面。 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女发言人拒绝对此事置评, 抗议活动发生一天前, 该校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 负责性别歧视和学生安全问题。 11月2日,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媒体, 如果国会推出的军事援助法案仅仅包含给以色列的援助资金, 而不包括给乌克兰援助拨款, 总统拜登将否决这样的法案。 当天, 被记者问及拜登会不会反对仅仅包含援助以色列资金的法案时, 科比回答说, 总统将否决一项仅限于援助以色列的法案, 我认为我们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近日,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紧急国防预算法案, 通过削减国税局之前获得的800亿美元额外拨款, 单独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个法案可谓一石二鸟, 一方面减少联邦正常开支, 另一方面停止援助乌克兰, 但是参议院两党高层都认为它太偏激, 因此不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过关。 科比当天的答复表明, 拜登将否决任何只资助以色列的一篮子计划, 科比强调, 园乙和园乌都是拜登的优先事项。 11月2日, 前总统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在法庭上承认, 他为家族企业签署了涉及欺诈行为的财务文件, 但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与这些文件有关的个体。 在第二天作证时, 现年45岁的小特朗普称, 他依靠特朗普集团内部的会计师和外部的马泽公司来确保对特朗普集团标志性房产和其他资产的财务估算是准确的。 他在证人席上说, 他们比我拥有更多关于所有细节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有会计师的原因。 这些文件是纽约法院对特朗普民事欺诈案审判的核心, 该审判可能危及特朗普在从政之前奠定的房地产帝国。 小特朗普是出庭作证的特朗普家族4名成员之一, 特朗普本人定于11月6日出庭作证。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正在寻求至少2.5亿美元的赔偿, 并永久禁止特朗普、小特朗普及其次子埃里克在纽约州经营企业。 法官恩格隆已经裁定三名被告和特朗普集团欺诈性地 夸大了该公司的主要财产和其他资产的价值, 以得到有利的融资条件。 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日前对纽约法官的命令提出上诉, 该法官命令她必须在特朗普集团欺诈案庭审中作证, 在上个月的听证会上,伊万卡·特朗普的律师告诉法官恩格隆, 伊万卡不应该出庭作证,但是恩格隆最终站在了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一边。 这起诉讼是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的办公室去年提起的, 指控特朗普家族企业虚假夸大其资产价值, 以获取较低的税率和较好的保险条件。 今年6月,纽约上诉法院裁定, 针对伊万卡·特朗普的诉讼,受到该州诉讼时效限制, 因此伊万卡·特朗普的上诉被驳回。 詹乐霞坚定寻求伊万卡的证词, 称他了解与此案相关的事实。 在上周,针对伊万卡·特朗普的听证会上, 他的律师便称,强迫他作证不属于詹乐霞的管辖范围, 因为伊万卡不是该案的一方,也不是纽约居民。 但是恩格隆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伊万卡·特朗普显然利用了在纽约做生意的特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获得更多精彩内容。